在豪大雨侵袭的模拟情境下 内务区公所与精锐礼办公室合作 进行住户疏散工作 紧接着搜救人员出动 将因土石崩落而受困的民众救出送医 这是内务区公所举办的土石流 及山坡地老旧聚落防灾疏散避难演练 希望借此做好防灾准备 并强化各单位救灾能力 以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威胁 这只要是因应我们的气候变化 变迁太大了 然后现在暴雨还有地震 随时都会复合室的灾害一直在发生 不会只有单一的一个形态的灾害 所以我们每次的演练都会把这些状况纳进来 让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同仁能够熟悉 各个状况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现况 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大的一个转变 演练的重点在于山坡地聚落住户的疏散避难 对于山坡地占比达六成 并有三个土石流聚落保全户的内湖区更为重要 我们现在还有三个土石流聚落的一个保全住户的灾害 那包括我们的毕山里 我们的金瑞里 还有我们的港华里 那这三个地方都是我们目前还有保全住户 需要我们去做一个万里灾害来的时候 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 那这是我们重点中的一个重点 我们希望万里有灾害来的时候 能够避免我们的市民朋友 财产生命的一个损失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扎实的防灾疏散演练 让主办的金瑞里长 及临近的毕山里长都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刚刚演练的就是一个保全住户的 所谓保全住户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之前那边就是有被土石流 就是有被它冲击到 然后造成这个财务 还好人没有怎么样 及时的撤离 所以说现在就好像说 驱空所请我们各单位 然后大家一起来演练 让我们能这个更加的熟悉 然后能应对未来更好的这个处置 因为整片山跟山下的密集住宅 是80%跟20%的相差比 所以80%全部高大地工程处 跟新工处在我们山上 还要做维护工作 因为山多水多 所以那个灾害的部分 我们真的要感谢大地工程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虽然他们这样努力 但是他们也知道 我们也非常清楚 真的要努力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防灾呢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背后 待会要主持那个活动 那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金瑞里长罗世福表示 前任市长柯文哲规划 启用的金瑞里 调红尘差池的确有发挥效果 他也会持续向北市府 争取更多经费 并加入智能科技 以打造更为坚韧的防灾社区 我觉得说平常的豪雨 我们还真的是 这个所谓的海绵城市 还真的还做得不错 当然未来的话 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个人的话 是当然我还会在 防灾这个坚韧的社区 我还会再继续的加强 如果台北市政府 那当然如果未来 更智慧化的 5G智慧感 那个那看我们 能不能让我们 对 当然这个经费上 这个我们是努力的 向这个市长争取 内务企务所方面强调 除了警销等救灾单位 这次演练还结合了 区内任性社区 以及开口合约厂商 并着重在社区 与民间的协力合作 希望提高灾害耐受性 并快速完成灾后复原工作 建立永续防灾家园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